身材管理器的主食 它也可以是一道低卡的小甜品 说的就是咱们这个贝贝南瓜 它真的是又甜又面又糯 它这个皮蒸完了之后 你吃起来都是那种粉粉糯糯的口感 你看它到底有多粉有多面 这个平时咱们当做主食啊 给孩子做一些腐食 或者咱们煮粥的时候 炖菜的时候 你放里面真的都特别的好吃 南瓜自带的清甜 加上这个粉粉糯糯的口感 你真的连菜都不用吃 你空口吃它都可以了 去年都要卖到29块9的 今年19块9到手给咱们发4.5斤 这个你买回去不仅是一个便宜 你还要看它的品质 你看它每一个都是这种粉粉糯糯的 不会有的像那种假的 煮完了之后是那种水 发水那种口感真的就是很一般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种面面的 这个咱们空口拿它当一个小零食吃 你都会觉得它很好吃 吃起来就是那种特别糯 然后香甜 真的贝贝南瓜吃起来是那种纯糯的口感 它不会水 很香很香 这个平时咱们拿它当一个低卡的小甜品吃 你都会觉得它很好吃 喜欢吃面面的糯糯的一定拍这个 连染上的部分都是面的 一点都不会水 这个咱们蒸的时候 整个整蒸的时候差不多15到16分钟 一单的话差不多是五个左右 四到八个不等 因为它的大小个头都不一样 这个真的太好了 品质 咱们可以把咱们一天当中一餐的主食换成这个南瓜 一个礼拜之后你再看一下 太糯了就像在吃板栗一样 这才是真正的贝贝南瓜 真正好吃的贝贝南瓜 有点像是应该可以把咱们儿板都放在这里